你不得了 我刚刚是在晚了一步 你不会得遇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 素颜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啊 别避开我 颜希 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西成在一起 但是那晚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 叫你真实的名字了 后来我们在海边 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 你就是素颜希 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 是 我之所以忍着不说 就是希望 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西 又为什么会和顾西成在一起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她女朋友吗 还是你们已经 你自己想要 我还不想要 走 回家 顾西成 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 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 你都不想要 我说 你能不能再说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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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强行带走她 甚至让她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和她是朋友 当然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 根本用不着你管 不会吧 一整天都不看手机的吗 安安 在吗 求通过 通知你一下 你拉黑 拉黑了 我主动加你微信 你竟然把我拉黑了 你不会又误会我和傅伯雅 我们两个真的只是 听着前不能说一声吗 颤撞头 给你时间 解释吧 解释什么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 我看不见吗 公司和力不曼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你德语生疏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为什么要请同声翻译 你为什么总是在做危险的事情 你 你都知道了 所以 你宁愿告诉傅伯雅 也不愿意把你的困难告诉我 我没有 我没有自己告诉她 是她自己发现的 而且我和傅伯雅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又是普通朋友 有哪个普通朋友会往家里面送鞋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非逼着你陪她过生日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把自己的西装外套 脱下来给你穿帽 我没有穿 而且是她主动找我 让我陪她过生日的 是她把客户送她的礼物 转送给我 我已经拒绝了 我还要怎么样 顾西成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和傅伯雅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那么愤怒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真的很过分 我是答应了和你签订合约 在合约期间内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不应该来干涉我的朋友和圈子吧 我并没有 我已经不想和你说话了 我自己打车回家 何景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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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我 你说她气不气人 动不动就让我信守合约 还和人家傅伯雅大吵了一架 我虽然是和她签订了合约 但是 但是我也不是卖给她呀 这顾西成对傅伯雅这么有敌意 根本就超出了合约范围 她该不会是喜欢你吧 我 她 她怎么可能喜欢我 大姐拜托你收一下你漫天的想象 好不好 她 她要是喜欢我 我名字倒过来跟她行 顾西严肃 陆安安 你还想不掉婚了 好好好 我错了 但是等会儿 你刚刚说傅伯雅认出你来了 那她会不会出卖你啊 我和傅伯雅在说话的时候 顾西成就突然出现了 我们就没再说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 傅伯雅应该不会说出去 安安先不跟你说了 来 顾西成 顾西成 怎么了 我去浇眉衣 别动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有点胃痛 胃痛 来 先躺床上 怎么会胃痛呢 是不是因为晚上那顿饭 我吃不了太辣 你不能吃辣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把辣酱 我去问梅姨找药 别找梅姨 我会劲头奶奶 可是 来 先躺啊 来 当心 当心 你先躺一会儿 我出去 悄悄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药 啊 怎么有这么多药啊 安神 不对 精神科处方药 不是这个 齿痛 这 先给他治病药件 走 来 先把药吃了 asthma 等他 好啦 来 来 先把药吃了好不好 死不了 你这个人还在跟我生气呢 先吃药 你要不吃药 就把你嘴给撬开 把药灌进去 来 来 来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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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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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奶奶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妈 妈 我不会卖的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主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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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听我说 听听我听我听我一句劝 李宗盛 愿意点 小伙子 咱还继续吗 细细 你说人家能借给我们吗 先试试吧 要是我提出免费给安老板 当六个月的化妆师 或许能同意呢 行吧 走 老板 安老板 希希 你这个大妈人 怎么有时间过来 这不是有事想找你帮忙吗 瞧你客气的 你都江湖救救我多少次了 有什么事 说吧 我记得你家二楼玻璃柜子里 展出的那些礼服 都是设计师款是吧 对啊 那些可都是我下了血本的 是这样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 能不能选一件比较便宜的借给我 嗯 那个 租 租也行 不是 是我自己穿 就用一个晚上我会特别小心点 是 老板 你就帮帮希希吧 不是 你们别为难我了 希希啊 我知道你现在真的很困难 但是礼服 我真的帮不了你们 要不然这样 你要是愿意借给我 我可以免费给你花三个月的商牌妆 可是这个 六个月 不是 一年 希希 这么巧 你们也在这儿 我之前和安老板有合作 今天有事想来问一下他 怎么办啊 这么巧 我今天在这里拍宣传照 不如等一下结束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希希啊 你跟副总有一件事 我们是朋友 既然你们有正事要忙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改天再去吧 希希你倒是说实话呀 副先生 先忙吧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拜拜 哎呀 刚刚希希找你 什么事情啊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傅布亚看起来 很想帮你的忙 我怎么跟她说呀 上次在餐厅里 已经闹得很僵了 而且我还没有机会 好好和她说一下 我和贺锦西之间的秘密 那你才更应该 约她一起吃个饭 好好聊一下 但现在算了 那礼服怎么办 没事 今天就先这样吧 回头再想想办法 我们明天见一面吧 谢谢啊 带着这个衣服 我不能收 为什么 我听老板说 你很着急啊 这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衣服 你还是收下吧 嗯 傅先生 我们上次在餐厅 被顾西城打断了 今天正好在这里 我有几句话 想认真地跟你说一下 好 你说 不认真 我不知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现我的秘密的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我和贺锦西 其实是双胞胎 双胞胎 只是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原因 我们被迫分开 抚养长大 能挂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只不过 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要留在顾西城身边 所以其实顾西城 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那天他才说 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不知道 顾西城那个人 虽然我往来的不多 虽然我往来的不多 以我对他在商界的了解 他要是知道你在骗他 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甚至可能会有危险 西西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你还是尽早离他远点吧 所以我才想拜托你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能在我平安退出之前 不要让顾西城知道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拜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西西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 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 还能再遇到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我一定会一直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的 以后你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要及时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吗 谢谢 好吧 这倒手的礼服也被你给拒了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办啊 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傅伯雅也愿意替我保守秘密 已经是很大的人情了 我怎么可能再接受他送的礼服啊 再说了 要是被顾西城知道了 又得误会 你说你这走的什么运啊 和顾西城明明只是合约关系 却偏偏搞得像真的情侣一样 干吗 怕他吃错啊 什么呀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怎么到你嘴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是吗 那你脸怎么红了 好了 不动你了 幸好呢 本仙女早有准备 我在网上 订了一件纯手工定制礼服 和最新的大牌走修款 长得差不多吧 价格呢 也就易修修 绝对是家伙 不会被看出来的 你什么时候 就在知道你去和傅布雅 见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以你的脾气啊 说不准会拒绝 所以呢 我就趁早给你背下了 你最好了 喝心喝心 好 这是礼服啊 赫浅熹为什么要买这么略直的方品 难道他没有礼服参加慈善晚宴 帮我准备一件东西 通过你的愤怒我能感觉到 你的亲密关系障碍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你是说我跟他的接触是有效的 那接下来呢 继续接近陆安 你可以参考普通男男女女的约会方式 约会 记住 发挥你的特长 我的特长 脸皮疙 死缠烂打 谁啊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不愿意 安安 我们约会吧 变态 安安 安安 跟我约会吧 约你的头啊约 你变态 变态啊 你到底有完没完 你再这样我怎么接单啊 你打眼给我约会 我就不缠结你了 你无来至极 行 约会就约会 你给我等着 真的啊 真的 但是你先开始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好 贺锦契的快递 你好 贺锦契的快递 谢谢 不客气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好像是我的 我看看 我的我的 买的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啊 没什么 一些私人物品 顾总 你那么忙就别管了 我先回房间了 很快 哦 你好 然后算给我吗 你们要再买我们啊 i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